公民黨開了記招 當中黨魁楊岳橋就豪言壯語地說 假如政府不回應他們所謂五大訴求 在未來的立法會 他們如果有機會拿到一半的議席 政府所有提出的法案,他們全部否決 新一屆立法會是否決 每一個法案 未上任,未拿一半 已經在豪言壯語想如何破壞香港 像不像一個拿著電腿上足電 準備砍砍砍砍,把香港砍到五馬分屍的感覺 事實上這些人如果被小人當道 香港真的沒問題 如果政府所有法案被否決 即是所有好東西都沒有了 譬如強積金,我們希望取消對沖 假如到時真的有個失業援助金又有法案 上來又是沒有 假如財政預算案被否決 他們當然沒問題 因為他們身家豐厚 而且大狀的收入都非常之好 難毀了我們很多打工仔 真的餐玩,餐吃,餐餐清 這些做法事實上是有破壞就沒有建設 已經露了底出來 基於香港的利益 我們一定是支持一國梁政能順利實施 但他們就有破壞就沒有建設 好啦,我們怎樣好呢? 怎樣去防止他們過半呢? 就要靠大家一起團結上來登記做選民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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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